新冠疫情强碰暴税季 综合计证所进行人数控管 要进入所内申办业务 可要按照规划动线 因为受这个疫情的影响 我们现场有做一些 入场的人数的管控 我们避免群聚感染 所以我们在入门口的时候 有一个动线的一个规划 受到疫情影响 往年暴税季会前来支援的学生志工 部分学校预防学生染疫暂停合作 人力小幅缩减 因为今年疫情非常的严重 所以大学的这个学生 就没有办法到我们的申报教室 来做一个纳税服务 那是由同仁实际下去 帮民众来做一个服务 对对对 先生你好 请问你有带健保卡跟身份证吗 有有有 民众凌贵报税 记得攜带身份证健保卡双证件 为了落实人潮分流 综合计证所 除了加开四场收件服务 这六月底 在永和区国广路8号的中华电信 也有到点收件 时间为每周三上午8点半至12点半 以及下午1点半至5点半 继合张力燕补充说明 为了节省民众等待时间 还有疫情影响 建议民众献上报税 今年财政部与四大超商合作 民众到邻近超商取得查询码 即可进行报税程序 永和国父纪念馆的收件厂子 今年是暂停服务 但是我们另外在公所附近的中华电信 有提供一个收件的服务 但是我们也提醒民众 因为疫情的关系 避免交叉感染 希望大家能够在家报税最安心 为了推广民众在家报税 国税局推出抽奖活动 投奖高达5万元的商品礼券 只要民众在家申报 就能获得抽奖资格 记者张悦科综合采访报导